Hello 大家好 又到阿鵬和大家一起分享心水的時候 接下來星期日打比大賽 講多無謂 整場打比大家看看 看看打比我選什麼 第八場打比二千 我選的是勁駁 看回上場他跑第四 上次說真句 我覺得山山來遲了一點 現在看回這隻馬在哪裡 就是在最後附近 因為他這隻馬很簡單 就是2號那隻 紫三有條綠色邊斜線 紫三指沒有 現在都在後面偏偏偏的位置 因為沒辦法 這隻馬呢 就是你看回他贏了 或者是近 都是比較偏偏 他就很少在前面 如果他在前面的話 你真是很害怕 暫時你看到 暫時還在尾三 或尾四之間那些位置 沒辦法 這些馬都是留一段折 不過呢 也不要說 薛恩呢 上次在前一仗 經典一里那一場 他真的發揮得很好 所以繼續給九恩哥 這個薛恩騎一騎 暫時現在你看到 尾四那隻 但是他雖然 他總是要拉出去外面衝 很少說在裡面 如果說在裡面 怕塞車更差 所以薛恩呢 由於他前一仗都在外面衝 薛恩你看到 慣常都是 但是有時候 你跟這些級數差不多的馬 你經常這麼洩 你看看 現在在外面 按鈕這隻 嘩 真是愛過你老母 真是 真是你看到 按鈕 接著握手位 那沒辦法 寧願望空 給他一段折 聰Sir的勢不錯 但可惜 剛才都說了 你差不多龜的馬 你這麼洩的話 是差一點 再加上薛恩 其實說真的 打下去 真是 不是夠硬 不過是一隻馬 也有 逐步逐步上來 可惜 就真的有一點 這個位置還想著他有機會 但是 衝下去 勁勢就差了一點 最終 你看到 他輸了頭馬 健康愉快 那場 爆了七彩 帳王 包裝泳城 他爆了第四 都是輸了四分三馬 這次 增程二千 我覺得 更加對這隻馬 好 你看到他出腳 也比較偏慢 二千 孖手就比千八 所以 這場 我會推介這隻 重心 希望蝕恩 不要太虧 太虧了 真的太虧了 沒有傻 求恩哥 希望你爭氣 看看 腳是拖什麼馬 四號 包裝泳城 這隻馬越來越近 你看到他在外地 那些 跑開有二千 二千四 那些長力 絕對不是問題 我覺得他越長越好 所以這次增程到二千 更加要拖 另外就是五號 飛鱗閃耀 這隻馬 也是厲害的 你看到 越長越好 我覺得千四 甚至乎千八 這些都是嚴短 在外地的戰績 都是越長越好 所以要拖 還有 帳王 這隻帳王 真的沒辦法 上次都已經爆了 80倍 第二 也在外地都是偏長的戰績 所以這些二千 而且你看到上次千八 已經走到一個 好的位置 給大家 這一場更加要拖 那我推介就是 2號 勁博做膽拖 4號 勾莊永勝 5號 飛鱗閃耀 7號 就是我提供的 另外兩位拍檔 很多好東西 推介給大家 大家記住 繼續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多贏 拜拜